改变海战的黑科技绝对非鱼雷不可 两枚MK48鱼雷就能换一艘台风级核潜艇 五枚鱼雷就能干成库兹涅佐夫号航母 躲又躲不掉 拦又拦不下 现代海军宁愿相互扔导弹 也不愿意面对敌方的鱼雷 一百多年前的海上战争 水面舰艇对手只有水面舰艇 然而到了近代潜艇出现了 在一战的时候 德国率先投入了U型潜艇作战 极大改变了以往的海战模式 凭借着隐蔽性 潜艇可以在水下无声无息的接近目标 当时的U型潜艇给各国海军造成了巨大伤害 潜艇之所以能对水面舰艇造成威胁 除了具备极强隐蔽性以外 还有其装备的最强海战武器鱼雷 一枚重型鱼雷就足以击沉一艘万吨级舰船 完全不是玩笑话 尤其是现代化的鱼雷 为了能够正确攻击目标舰艇 使用了各种精确制导系统 比如被动声自导鱼雷 自身不发射脉冲声信号 靠接受目标航行时的噪声导向 再比如主动声自导鱼雷 利用自身发射脉冲声信号 被目标反射的回波信号导向 鱼雷为了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威力 需要不断接近目标舰艇的正下方 在这个地点引爆的话 随着爆炸气波涌上海面的水流 会将目标舰艇顶起 然后再次摔落下来 如此才能对目标舰艇造成最大损害 以往反鱼雷措施大多是选择软杀伤 代表装备有拖曳式鱼雷诱饵 自航式鱼雷诱饵 噪声发生干扰器等 主要依靠发出噪音 诱骗来袭鱼雷偏离目标 但这种软杀伤能力 往往只能对付生自导鱼雷 若来袭鱼雷采用陷导 尾流自导或其他复合制导模式的话 软杀伤防御手段就变得有心无力了 软的不行 那就来硬的 世界海军大国都开始瞄准 硬杀伤手段来对付鱼雷 主要是利用舰艇装备的武器进行拦截 但成功率并不能得到保证 也就是说能不能活下来 全靠运气 近些年来 鱼雷推进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 即使以往短腿低速的隐形电动鱼雷 也在不断创造新的射程和速度记录 在探测方式中 尾流自导鱼雷越来越多 并且完全不受传统软杀伤鱼雷防御技术的影响 光纤制导 实现了人在回路控制 增强了鱼雷抗干扰性能 和利用先进战术的能力 数字声纳的发展 也确保了发现定位目标的能力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不能依靠舰艇机动来规避鱼雷了 因为机动救不了命 现代化的鱼雷已经学会了追踪目标 即便第一次未能击中目标 也可以掉头进行新的尝试 这种进攻方式 让舰艇防御鱼雷越来越难 这些和其他技术进步 结合起来的现代化的鱼雷 已经成为了当今潜艇最危险的威胁 并且鱼雷威胁越来越多样化 重型鱼雷的推进类型 探测手段 类型和配置 以及制导能力各不相同 目前所有海军都认为 对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的重要威胁之一 就是各种高性能智能鱼雷 这些鱼雷基本特点包括高速远航程 以及在搜索攻击能力 各种复合制导方式的应用 让这些武器犹如死神一般 但矛与盾永远是共同发展的 坦克与反装甲武器的发展 导弹与防空系统的发展 也正因为鱼雷的威胁越来越大 所以在上世纪便开始了反鱼雷技术的研究 从开始到现在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美军率先提出了以鱼雷对抗鱼雷的概念 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开始基于MK46鱼雷改进为反鱼雷系统的实验 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停止了这项研究 第二阶段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的 法国联合意大利提出了MU90HK反装甲系统的方案和论证 进行了初步的数学仿真论证工作 美军也同样进行了Smart反装甲系统的研发工作 但由于性能不佳 暂停了这项计划 其原因就是背景噪声太繁杂 造成虚警率居高不下 插伤自己人比敌人还多 第三个阶段就是德国先进反装甲系统的出现 能够大幅削弱潜艇带来的威胁 在前段时间的欧洲海军展上 多家公司推出了自家开发出的反鱼雷系统 以往的反鱼雷系统主要以干扰引诱等方式 来诱使鱼雷偏移目标 但此次展出的反鱼雷系统 则是选择以动能杀伤拦截方式直接摧毁鱼雷 以色列推出了鱼雷杀手新型反鱼雷系统 这套系统适用于潜艇 主要由闲测证声纳系统和反鱼雷弹药组成 鱼雷杀伤所用反鱼雷弹药 兼具幼儿与杀伤两种功能 在距离前顶较远时 可以采用声信号干扰引诱鱼雷 而距离比较近的时候可以直接摧毁鱼雷 同时DSIT公司也在开发水面舰艇 用反鱼雷系统 可利用现有水面舰艇火箭或导弹发射器发射 考虑到鱼雷越来越难以欺骗 更不用说躲避 德国的阿特拉斯电子公司也发展出一种鱼雷拦截器 通过安装专用发射器 这套防御系统可以安装在多数潜艇上 被称为海蜘蛛反鱼雷系统 一旦发现敌方潜艇发射的鱼雷 水面舰艇就会从设置在甲板上的箱形发射器发射 潜艇则是会从鱼雷发射管发射 海蜘蛛反鱼雷系统 使用水面舰艇声纳和反鱼雷自身系统 共同辨别的方法 按照主被动探测方式和拦截方法 形成了人在回路的效果 可随时介入反鱼雷行驶路线和攻击过程 可以巧妙的减少虚警率 提升正确目标捕捉概率 在距离来袭鱼雷比较近的时候 海蜘蛛会选择直接撞上去同归于尽 即便不是直接撞击 只要在来袭鱼雷附近爆炸 也能够起到拦截的目标 因为在附近爆炸的话 将对来袭鱼雷的性能造成损伤 爆炸产生的噪音也会令其失去目标 这两种反鱼雷措施 都可以降低鱼雷命中舰艇的概率 但相比之下 海蜘蛛反鱼雷系统的应用前景可能更广 因为一开始的开发的目的就是反鱼雷鱼雷 所以海蜘蛛制导系统 动力系统以及外形等方面 都是为了拦截鱼雷所专门设计的 是世界上第一款专用反鱼雷鱼雷 并且海蜘蛛体积紧凑 没有采用传统鱼雷的方向舵和尾舵设计 以低成本的固体火箭推进取代了螺旋桨 具备更快的反应能力和更出色的潜水拦截能力 作为世界上第一款专用的反鱼雷鱼雷 海蜘蛛的设计性能要求很高 是一种有效且经济实惠的硬杀伤反鱼雷系统 可以有效抵御船只和潜艇的威胁 在深海和潜海都具有出色的拦截能力 可以为海军水面舰艇和水下潜艇提供反鱼雷能力 首次测试于2019年在波罗的海进行 在测试中 对一个完整的水面舰艇硬杀伤防御系统 从传感器到发射的完整功能进行了测试 这套反鱼雷系统包括鱼雷探测分类 以及定位声纳的全部功能 在测试过程中 有MK37鱼雷改进而来的水下潜航器 和DM2A3型鱼雷扮演进攻者 海蜘蛛发射前 会通过主被动分类和定位声纳 进行探测与定位 在获取威胁目标信息时 会将海蜘蛛导航到最近的拦截短 根据阿特拉斯电子的说法 已经用升学和光学手段 证实了海蜘蛛的拦截成功性 海蜘蛛反鱼雷鱼雷 直径32.4厘米 长310.8厘米 重400公斤 战斗部重80公斤 最大速度为25米每秒 最大下潜深度超过40米 有效射程达到1400公里以上 单体分为4个舱 喷嘴和舵所在的尾舱 固体燃料喷气发动机舱 弹头舱以及制导舱 其中制导舱包含基于声纳的自导系统 惯性测量仪与高性能计算机 通过从喷嘴喷出气体 燃烧式会产生超高压 并在尾舱形成推力 目前尚不知这套反鱼雷系统的真实速度 数字声纳以被动和主动两种模式工作 声纳监听海洋深处 所有声音和水体波动参数 都传到舰在设备上进行分析 当探测到鱼雷特有信号时 相用数据将会传送给反鱼雷武器的计算机 然后过滤波浪与舰船造成的干扰 计算攻击鱼雷的位置和拦截点 从确定信号到发射海蜘蛛仅需要数秒时间 而且在拦截过程中 海蜘蛛的计算机将不断确定来袭鱼雷的位置 对其实施有效拦截 无论是面对哪种鱼雷 能确到最佳的导航性能 主动声纳频率 专门针对尾流自导鱼雷 实现最佳探测能力进行了优化 确保舰载传感器不受干扰 海蜘蛛制导系统采用先进的固态微处理器 结合了针对尾流自导鱼雷和骑射攻击的特殊模式 作为专门为反鱼雷设计的武器 紧凑型非常重要 海蜘蛛远远由于任何传统鱼雷设计 体积非常紧凑 类似于当前的反潜清醒鱼雷 并取消了传统鱼雷的方向舵和尾舵布置 因为拦截任务需求 海蜘蛛需要大批量使用 所以与拦截弹一样 其价格非常敏感 只有价格低廉 海军才舍得大量使用 所以海蜘蛛采用了低成本固态火箭发动机 是一款紧凑高能性能且经济实惠的动力系统 其他设计也尽量降低生产成本 并且固体火箭发动机噪声较低 能减少对制导声纳的干扰 这对精确定位的鱼雷非常重要 同时海蜘蛛的其他设计也尽量降低生产成本 海蜘蛛报警系统具有非常低的错误警报率 能有效防止鱼雷误发射 整个鱼雷系统免维护减少了维护成本 简化了处理 通过水面舰艇发射时 海蜘蛛将会采用相式发射器 既能用来运输也可用来发射 使其能够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对空间和基础设施要求很低 在潜艇上 从专用的底壳发射器或重型鱼雷发射管 目前阿特拉斯电子公司正在研制一种发射托盘 其中包含多个箱体 从而大幅提升舰艇的防御力 而关于探测频率方面 阿特拉斯电子公司并没有透露 毕竟这是机密数据 公司的宣传材料 只是说主动寻地头的工作频率选择 是为了最有效的发现 根据波浪痕迹追踪舰艇的鱼雷 并过滤掉其他物体的干扰 总的来说 该公司试图让人们相信 海蜘蛛反鱼雷系统几乎是通吃的 反鱼雷硬杀伤措施 是当前新起的一种鱼雷防御系统 利用轻型鱼雷主动瞄准来袭方面的敌方鱼雷 在其接近舰艇之前制导至鱼雷附近 通过爆炸力或者动能摧毁来袭鱼雷 此前各国措施已经不足以有效防御来袭鱼雷 反鱼雷鱼雷难点主要在于 对敌方鱼雷的探测精确制导精确拦截等方面 毕竟鱼雷发起攻击一般很隐蔽 并且鱼雷在水下航速很高 精确控制非常困难 目前各国都准备开发动能反鱼雷系统 就是针对鱼雷技术的快速发展 客观来说 像海蜘蛛这类的动能杀伤拦截类的反鱼雷系统 能够有效弥补现有声信号干扰引诱系统的确定 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反鱼雷手段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 反鱼雷鱼雷是随着现代鱼雷的识别水平不断提高 智能化水平不断增强 而提出的新型主动应对抗武器 所谓的反鱼雷鱼雷概念 正是导弹防御技术转移至水下作战的具体案例 一旦这类技术发展成熟 敌方潜艇对水面舰艇的威胁将被大幅削弱 当然这还是需要一整套系统的支持 说不定啥时候就出现水下宙斯盾了 你们觉得呢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